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传法论的究竟生意 俱舍论 俱舍论一般名言当中世间的万事万物 分析得非常清楚 彼得道理的光说 三种生起贪欲者 即知一切欲天人 佛经里面讲了三种贪欲 三种贪欲也可以说 三种欲妙的话 实际上是 下面《诗经论》解释的时候说 三种贪欲指的是人和天的有些个别 三种众生而言的 三种生起贪欲者指的是一切欲天和欲界的人和天人 三种生起暗论指得三参者共有九弟 从一参 二参 三参 然后一参 二参 三参 每一个参处有 昨天我们不是前面分的吧 比如说第一参它分也是 翻中天 翻举天 打翻天这样分三个三个 总共有九个 所以这九个参顶的天界都有一些暗论 所以佛经里面说的三种暗论 因为《居士论》主要是佛经上的名词解释比较多一点 如果你通到那个居士 一般的佛经 尤其是释迦牟尼佛第一传法论的这些名词和解释 很容易大概的没有什么问题了 犹如从比之下凉 二后向上也复然 他这里从地面往上面四大天王那里 实际上有四万有讯 这样的衡量往上也可以衡量 往下 也就是说天界的衡量下面也讲得比较清楚 除以身边与他者 彼等不得见上界 除了有身边和其他的一些特殊人以外 一般上界 舍界和无舍界的众生 见不到的 这以上以弗仁波切的课判 应该是属于前面的光束彼等之力当中 下面讲七十节的量和有情世界的量这样分的 然后七十节的量它是 下面先讲七十节的量 四大部主与日语 须名山王及雨天 凡天世界一千说 须为消遣之世界 这里已经叙述了四大部主 然后还有日语 须名山以及雨天和凡天以下 第一叙迁 我们舍界当中第一参天以下 而三参天和三参天 没有属于三千大千世界里面 所以第一参天以下的 如果有一千个这样世界 这个我们称之为一个小千世界 彼此前书 称虚为二千中千之世界 刚才一千个世界作为一个世界来算的话 然后有一千个小千世界 算为二千中千世界 也就是说第二个中千世界 这叫做中千世界 彼此前书三千戒 意思就是说 刚才一千个中千世界 称之为大千世界 总的来讲 所谓的三千世界有这么大的数目 因此释迦牟尼佛说话的这个范围 说话的这个范围 实际上是三千大千世界 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其中有多少个世界呢 实际上是有十一个世界 这个下面应该有宣说的 那么为什么说三千大千世界这样算呢 这个原因就是说它是同时毁灭的 它生的时候也是同时形成的 最后毁灭的时候也是同一个世界当中毁灭的 因此称之为三千大千世界 同时毁灭一同生 下面在解释当中是这样的 因为今天我们这个课比较简单 不用 俱世论的广述和知识当中 没有很多不同的辩论 不同的观点 这些都是没有的 所以直接给大家讲下来 恐怕没有什么难懂的一些道理 佛经中说 三种贪欲 那么他们指的是什么呢 三种贪欲是指欲界的天人 就是欲界当中的天和人类 为什么他们叫这样呢 他是有这样的原因 从欲界的人到杜色天所有的众生 享受由一树而产生的欲妙 像我们欲界的有些人 他通过修禅定 最后到杜色天的时候 他享用的是什么呢 他实际上是一树骨所产生的 一些当时的欲妙 这是一个贪欲 华乐天享用自己幻化的欲妙 这个是第二个贪欲 他自在华天享用自他儿子所造的 有些里面说是他人所造的 有些说是自他儿子所幻化 他享用的就是自他儿子所幻化的妙欲 所以叫做三种妙欲的语诗就是这样的 三种贪欲也可以说 三种妙欲也可以说 生起三种贪欲者也可以这样说 这是刚才佛经里面的三种贪欲解释的 然后有佛经当中说 三生安乐的三世指的是出三净女 他的每一种都有三天戒 这个我们昨天说完的时候都知道 因为除了四禅以外 四禅有八个天戒 其他每一个都有四禅 每一个都有三禅 是 我今天先讲 共有九地 异产的凡宗天等 三处相守远离贪欲二生的安乐 他那个凡宗天三处远离世间的这些欲妙的 贪欲的安乐 实际上他这里主要是喜乐为主 但是这个知识里面也是有一些疑问和解答 旁边你们再看一下 二三三处 昨天我们所讲的 二三三处享用断除寻死禅定所生的安乐 三三三处享用无有细心的安乐 他这里没有细心 这个道理下面第六品和八品当中还是要讲 为什么是没有细心 为什么是断除寻死啊 就是因为我们下面讲 菩提迦乐乐禅定当中讲得比较广 这里不广说 所以这以上是刚才前面佛经当中的内容解释的 若问从此到四大天王之间的聚留有多少呢 从四大天王的根本处 四层界以下的南赞部族之间有四万有群 因为四大天王住在须弥山的中间 整个须弥山在水面的高度有八万有群 四大天王住在中间 所以从四大天王的那个地方到南赞部族的地面 它这个地面 海面吧 那个地方有四万有群 然后四层级上至三十三天之间 也是有那么远的距离 即是四万有群 意思就是说 从四大天王到上面 三十三天之间也四万有群 此外 三十三天至立正天之间有八万有群 刚才立正天大家都知道 上面在虚空当中 三十三天往上面再算 上面也是四万有群 三十三天 立正天到独自天之间十四万有群 它这个距离有点不相同的 十四万有群 那个比较高吧 那么从下界能看见圣戒吗 我们现在欲界的人看到三十三天在做什么 这些能看见吗 除了自己获得圣变 或者是依靠其他的具有圣变者以外 下界一般都是无法见到 或者直接到到圣戒 这是我们前面第一篇当中的时候也是 下眼不能看上面的眼睛 上面的色法不能看见 已经讲了 一般是具有圣变的人 就像我们《亲者传记》当中 有时候是弟子没有圣变 但是依靠有圣变的人的话 也是弟子直接拿到清净刹土去 飞往清净刹土 这也是可以的 因为具有圣变能力的人 他还是有这个能力吧 我看密宗的那一个大成就者 他在最后往生持命刹土的时候 他家里的自己的 有一个自己家里的儿子 女儿 还有他们家里的一个媳妇 还有他们几个 总共有六个众生 一起飞往清净刹土 有这样的功案 这是依靠一个上师的能力也可以的 这些处的面积有多少呢 逆政天等 四天逾业 三十三天相当的 四禅一次 同南战部主 一个小千世界 二个中千世界 三千大千世界的范围 离政天 对 三十三天相当 离政天一次 什么是三千大千世界呢 这个刚才颂词里面也讲了 什么是三千大千世界呢 四周热月须弥山 周一天翻天世界一千个 称为一个小千世界 数千个小千世界称为二个中千世界 他从四周到翻天界之间有一百万个 可以说 有一百万个 他一个这样算的话 一个中千世界称之为三千大千世界 这个三千大千世界 以前那个红石的书里面 以前东嘎罗尚城 他写得非常清楚 我刚刚到学院的时候 我首先看《居士论》 对三千大千世界的书母人体 我特别欢喜 觉得以前我们的地理 这些里面所讲的范围太小了 应该这样认识的话 在花园世界有很好的认识 当时嘎罗尚堪布 给我们传《入菩萨行论》 我刚来的那个夏天吧 后来一直记得比较清楚 东嘎罗尚城顿 他说 按照《居士论》的观点 三千大千世界是如何如何算的 讲得比较清楚 此世界从四周世界 到翻天世界之间的十一个 意思就是说 从四周世界 到一只翻天世界之间 有十一个树的世界 为什么叫三千大千世界呢 因为十一个世界 实际上是一个化身 我们说的化身 宝生 化身 一个化身所化的世界 有三千大千世界 也就是说十一树的世界 十一树的现在四大不足 因为刚才我们包括日月 四大不足 全部算起来一个小世界 这样的一千个世界 叫做一个小千世界吧 这样算起来的话 现在南尘不足 包括这个 算是释迦牟尼佛的一个度化的 释迦牟尼佛他有度化的话 实际上是有这样的三千大千世界 所以这些世界的描述 三千大千世界的具体描述 我们藏文的《华严经》第九品里面讲得非常广的 比如说有些世界有太阳和月亮 有些世界有一些树木发光的 有些世界用天人来发光的 有些世界有很多的太阳和月亮 有些世界只有一个太阳和月亮 花园世界对整个世界的形状 它的颜色 树木等等 这方面描述得非常广的 因此方便的时候 希望你们也是读一下 因为《华严经》 我们汉文的《华严经》比藏文还多的 以前有些藏文当中没有的话 现在汉地花园比较齐全的 有些花园众 他就专门读《华严经》吧 就像很多打七餐的时候 也是做花园餐 花园餐在七天当中 或者二十一天当中 一直任任等等地 从早打完读《华严经》 我想这些我们以前做花园餐的这些人 应该是了如指掌 也许什么都不知道 接着三千世界 三千世界 边打瞌睡 边度完就根本没有思维它的意思 这是这样的 然后三千大千世界被火当同时毁灭 最初形成的时候也是同时产生的 因此以这个原因而得明的 下面就是旁俗众生的粮 刚才前面七世界的粮已经讲完了 现在就是众生世界的一些身粮和数粮 首先是身粮 暗赞不足众生粮 四足以及三足斑 暗赞不足的众生 这个下面还是有讲的 我这个诵词上不用再重复吧 暗赞不足的身体粮 有些隔子比较高的 它有四足 隔子比较矮的话 三足斑 有三足斑的 然后东生生粮 西牛和足 还北居六足 二倍增 南赞不足的众生粮 东生生粮 东生生粮的身粮 西牛和足 这样来相称 具有贪于贪人身 十分之一文具之 具有贪于于天的身粮 十分之一文具 一个天人的身粮 以文具伴之见证 以色戒身伴有讯 以色戒的第一个禅天 色戒身体伴有讯 笔上伴伴二地经 色戒往上面 一般一般地往上加 扫光天之上天 身粮均乘两百 扫光天之上面 它的身粮也是增加两百 乌云天见三有讯 一直增加 最后第四个餐厅里面 有一个不是乌云天吗 昨天讲 乌云天天人的身粮 前面同样的加粮百 然后最后见三个有行 就是他的身体的粮 他有特殊的身体 跟其他的规律有点点不同 七世界的粮是固定的 有金世界是固定的吗 恶趣众生的身粮是不定的 因为他的业力所感 恶趣众生的身粮是不定的 因而再次不讲述 善趣众生的身粮一百岁是 我们善趣众生的身粮 一般人数一百岁为标准 难争不足人类的身粮高为四足 爱得为三足半 这里面的足 实际上是成足 不是圣足 他戒律里面分的时候 身粮和身体的粮 身体的粮 比如说有些小孩的话 他小孩身体的粮来量 这样的话 那就很小的了 如果他是成足的话 他是一般的一个中等人的标准来衡量的 这样的话 我们世间的一些尺寸的单位来量 这样的话 一般中等人的身体做标准的话 这个叫做成足 所以戒律当中 经常是我们量一些 比如说量法义这些的话 法义一般来说是一般中等人的量来衡量 不能用小鴿子的身体量 然后用大鴿子的身体穿的话 肯定用不上的 所以这一律里面这是专门有规定的 那么东生圣足 西牛河足 北居禄足 后者是千者的两百 也就是说 东生圣足众生的身粮为八足 西牛河足十六足 北居禄足三十二足 只有两百这样来生 所以西牛河足和北居禄足众生的身粮相当高大 这些也是南赞部足为标准 若按各自足而言 只有四足 如果按照南赞部足来衡量 当然东生圣足的身粮有八足 然后东生圣足他自己的身粮来衡量 还是四足 跟大鴿子还是四足 矮鴿子还是三足半 有些比海埃的话可能三足半都没有 一足半的可能也有这样 鴿子特别特别小的 有没有 可能会有的 还有一些特别高的鴿子 可能四足都还不了了 已经五足有没有 可能有啊 有些人来讲 具有贪欲者露天的身粮四大天王四分之一有讯 四大天王他的身粮四分之一有讯 一个有讯四分之一的有讯就是他的身粮 对于文具然后他化自在天的身粮 1.5文具这是雨天 他中间这样分的 舍戒诸天中的第一梵中天的身粮 伴有群他的上面梵破天和大梵天 还有烧光天可以一般一般地上面再加上吧 因为刚才是半有讯 半有讯上面一般一般地往上增 越来越上去的时候他的身粮越来越上去 扫光天以外的无量光天以上 天人的身粮两百增长 然乌云天两百增长又减去善有讯 这是特殊情况 如是无量光天四有讯 这样算下来一般无量光天 四有讯 光明天八有讯 这个可能没有错吧 前面是用文具是雨天来算的 舍戒堂是半有讯来算的 应该没有错 你们自己来算吧 这个比较简单 所以我这里不光说 直到舍究竟天六万有行之间 无讯解释不存在身体也没有什么身粮了 这是从身体的两方面来讲的 然后下面是数量 真实悬数数量和旁数分两种 真实悬数量有三驱数量和恶驱众生的数量分两个 首先是三驱众生的数量 这些我们《大圆满前行》里面 也众生的数量讲地狱的时候讲过 《大圆满信心修习》大书当中也是讲过 所以我想这些不光讲 也是大家应该明白的 白居禄诸数千年 二诸斑斑二提经 白居禄诸的众生数一千年 其他两个诸一般一般就减下来 此赞不诸不一定 最终十岁出无量 南赞不诸的众生数量不一定的 有些一般白居禄诸的众生 不管是什么众生 反正他一定是活一千年的 他是这样 已经他的业力定下来的 南赞不诸的众生不一定的 他最终的时候 人数十岁的时候也有 还最初戒的时候 人数无量水的时候也是有 人类众生五十岁 最下雨天之一日 斯大天王 雨天里面最下的雨天 我们五十岁 他们的五十天 当以前人间弥勒菩萨 不是弥利菩萨 无知菩萨到毒水天 毒水天在弥勒菩萨面前 已经听闻了弥勒无论 回来的时候 当时在那边待了半天的时间 人间后来已经过了十五十岁 有这样的历史 但后来的有些考古学家 他们有些历史学家 认为这是按照俱舍论的观点 有点不合理 也有这种说法 但不管怎么样 一般来说 可能他当时的半天 不一定是真正的半天 这个可能有很多方面来可以解释吧 很多传记里面说是这样说的 弥勒菩萨在那里待了半天的时间 但回到人间的时候 人间已经过了四五十年了 就是这样 所以他四大天王是这样的 四大天王的一日 这是我们以前 如是自俗五百年 所以刚才我们人类的五十岁 他们四大天王的一日 这样算下来 他们自己活五百年了 然后上天二百 二百增 四大天王上面 三十三天和利增天 这些往上面两百 两百增加 这是欲界天人的数量 舍戒五足业实数 戒数等同自身量 那么舍戒吧 舍戒他没有足业 因为三十三天 也就是说三十三天上面没有日月 这样的话 他没有分足业的 他的数量 一般来就是用戒来算的 他自己的身量相当的 我们前面自己的身量有舍戒 用身量算吧 他的数量用戒来算的 五舍戒数二万戒 那么五舍戒的众生 他数二万戒 向上一一增长 五舍戒的第一个就是二万戒 然后上面还有三个五舍戒的天人 他们也是一次地而增长 扫光天戒为大戒 扫光天戒 用世间大千世界的大戒来算的 地之下天 下面的这些所谓的戒 不是真正的戒 一半戒作为戒来算的意思 众生的身量是固定的 数量也是同样的固定 被举入住众生的数量到到千年 西牛获主 董生圣主减一半 一半吧 他前面的减去一只 所以西牛获主众生的数量五百岁 这样算下来的 董生圣主当然二百五十岁了 然后南赞部主则也不一定 地间的最后为十岁 人数十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是每个人获得最长的时候十岁的 原来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人数一百岁 但现在一般是人数七十岁左右 也有些说是五十岁左右 但现在还没有到五十岁吧 大多数的人可能活到七十岁左右了 七十岁和八十岁的时候 已经算是人身的宿命已经圆满了 活到一百岁的人非常少 非常少 所以初劫人数的五两岁 刚开始的时候 人数五两岁 八万岁 六万岁 四万岁 这样逐渐渐下来的 这之间也有许多间的 当然中间也有很多增多和机械减少的 余天的数量 人类的五十年是余界天中最下方的四大天王的一天 所以下面的那天 我们刺盘这些 属于腰叉里面 没有说是真实的天人吧 因此余界当中的天里面 最下面的四大天王 那么此天即三十天为一个月 十二个月十一年 四大天王的数量自己数五十岁 上方三十三天等日月年 均是千载的两百 他们的天量全部是千载的两百 三十三天自数千年 直到自在华乐天的一天 相当于是人数一千六百年 你们记得吧 大圆满清醒修习《大者数》里面 他就引用了正念经 全部都是引用了正念经 算得比较细致 原来我们也是算过吧 按照现在人的数量来 已经算过 自数为一万六千年 若问 假设三十三天以上没有日月 那么注意于数量是不是不合理呢 那么他们的数量有怎么分的 我们是现在白天晚上有这样分的 那么他们一上师没有日月的话 怎么分的呢 无有这种过失 根据世间的花笔 了不发出明教 然后大壳水则是夜晚 他们天天都是白天一样的 没有黑暗 没有黑暗的话 那么他们花已经笔合的时候 算是夜晚 我们现在除了夏日葵以外 其他的很多花也是 夏天的时候看到我的园子里面的很多花 可能这里是不是天界呢 好像到了晚上晚上的时候 晚上你照电通的时候很多花都逼着 它没有盛开 然后早上太阳升起来的时候 我们藏地的很多花不知道你们看了没有 很多花也是这样的 但他们天界的话 其他天人也没有什么手标 脑钟 这些都是没有的 但很多脑钟都是 实际上是欺骗人的 很多人早上起来的时候 开始脑钟不说花 然后到六七点钟的时候醒过来 什么都没有隐形了 那个时候特别不高兴 把脑钟扔到很远的地方去 所以应该用花来分的 还有鸟不出生的时候 大颗水作为夜晚 与之相反作为白天 光明也是为身体的量具有光芒的 不需要依靠其他的 他们这里用身体的量来光芒的 初戒也是这样的 色戒天无有大颗水等 就不会有数量了吗 他们就没有这些来分的话 数量有没有呢 色戒出天虽然无有足业的概念 可是数量还是照样存在的 数量是通过衡量自己的身量 由旬所换为戒来计算的 我们前面的颂词当中专门是用色戒天的身量 就是用游旬来算的 用游旬来算的 色戒天就是用游旬来算的 那么现在我们它的数量算的时候 把游旬改为戒 这样就可以了 颂词改为以色戒 数为半戒 那么前面是半游旬 现在我们这里是半戒 比上半戒 比上半戒二敌增 少光天之上天 无量天均乘两百戒 数量均乘两百戒 吾云天说 我干嘛这么记呢 吾云天手换三戒 刚才那个三由旬吧 就是三由旬 现在这里就是换三个戒 除了游旬吧 这里加上一个 除了游旬改为戒 身体换成的数量 没有什么其他的差别 说我们色戒吧 色戒身体的量 应该用几个游旬来算的 然后他的数量用戒这样来算的 把这个换一下 把颂词稍微做个改动 然后以色类推的话都可以了 无色戒边无处的数量为两万戒 上面三处后者比前者增长两万 这个好算 十五边处的数量为四万个戒 然后无所有处的数量为六万戒 飞飞向天的数量为八万戒 这样来算 那么他们是中戒还是大戒呢 大家都知道戒下面可能还要算 中戒的话 实际上有八十个中戒 所以一个中戒的数量下面还要算的 那么他们所谓的戒全部是中戒还是大戒呢 从烧光天起为大戒 从烧光天以上 他的率量的单位是大的戒 然后烧光天到凡天以上为大戒的一半 也就是说是四十个大戒一半 一个大戒的一半 因为一个大戒有八十个中戒吧 也就是说 指的是什么 四十个中戒作为戒 这样来算的 今天就具数领想到这里 微妙是民兴兴兴兴兴兴 und吃 mode 不太公公面是不得分地中心 Maria 否则好像一个大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